对,完全是这样子的 因为俗话讲了 就比较关于填鸭式的这种教学 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大家都以前都已经意识到了 但是大家没有动力 去改它 因为高考它还是要去这么考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 老师也没有太大的动力 然后来改变这一切 所以这就导致我们的教育 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偏差 在2021年 发表在国际一个很著名的期刊 Nature and Human Behavior 就是关于人类行为研究最顶级的期刊 他发现 这里面测试的学生有北大的有清华的 他发现在大一的时候 中国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适合美国差不多的 甚至还高一点 但是然后更加有趣的是 经过这大学几年的读书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是逐渐在上升 中国的批判性思维 是每年在逐渐下降 从这一点上来讲 就大学里面 它更是不关心批判性思维 这种方式的这种教育 我们虽然都知道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 恰恰GPT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它会倒逼我们改革 因为原来是这样子 我使进一辈 我能考上好大学 我能大学毕业 我能找一个工作 我能生存 整个大社会都是这样子 除了少顺少我想干点 今天动力的事情 我会去训练自己80%的人 说能活着 能以后要活着就不错了 但是恰恰GPT 那个时候它就来了 它是一个降位打击 就是你不变 你就会被淘汰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就倒逼 我们必须地改变我们的教育 我们必须地改变我们的高考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一定不再是基于知识的教育 我们应该对学生开展 基于能力的这种教育 知识的这些教育 让学生用恰恰GPT 去解决它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培养学生 审编性的思维能力 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所以说在这个变化中间 我觉得最大的要求 是在老师这一块 因为对于学生来说 他无所谓 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讲 老师是第一个要失业的职业 因为那些只会讲知识的 只会一上课把PPT一亮出来 我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 这些人 那这个将来不需要你了 因为我的恰恰GPT 干的比例漂亮多了 对不对 而你这个时候 你不能启发学生 那你就只能被淘汰掉 学生不会来上你的课 不会来学你的课 而且知道你这个东西没有用 恰恰GPT干的比例很好 地方多得死 所以说现在教师的 最后一时抵抗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新闻 美国的一些大学的禁止用 我觉得这是老师和学校 无人的一种体现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就现在有本 大波百科全书 摆在我面前说你不能查 对吧 这是学校和老师无人的表现 我觉得然后我们原来 通常说老师有一个职能 叫做传道 授业 解惑 我觉得授业这件事情 可以交给人工职能 然后解惑这件事情 也可以交给恰恰GPT了 我觉得老师就只剩下一个职责 叫传道 传道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把那些 哲学上的思辨 道理上的思辨 我要传授给学生 我觉得我们老师以后 这个传道这块会变得更重一点 而国内的教学 这个实话讲 传道这块做得非常的不到位 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改革 应该把这点加强 以前所有人都认同 所有老师 所有校长都认同 但是说完了之后 它就不会变成行动 但我觉得有了 Chart GPT之后 就会逼迫学校 逼迫老师 你必须都做改革 你不做这改革 你老师就会失业 就不会有人来学你的课 所以我觉得 这对学生来说 是一件好事情 我能受验 我能受验